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明明最近更换了明明信箱的联系电话 因为原来的这个电话号码呢 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呢很难记住啊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非常容易 让大家听一遍就容易记得的号码 那么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 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 mailbox明明atgmail.com 工作手机号码 这个新号码是832-616-1938 832-616-1938 怎么样这个号码是比原来好记一些了吧 那么我们的手机尾号是806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啊 发了几条啊 我总结一下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明明你好 我是你的老听众 很喜欢听你的节目 一直都都这个听着别人家的事情 也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烦恼 谁知道呢 这个过去的一年多以来 我就觉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糕啊 究其原因呢就是这个刚刚退休 跟老公在一起呢 这个生活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退休的生活 孩子已经离开家都大学毕业了 都各自独立了 我以为退了休的生活就是老两口 可以到处旅旅游 相敬如宾一起出去玩一玩 可是呢 这个退休后的生活却是大相径庭啊 这个老公撒丫子出去玩 每天不回家 然后呢 什么这个什么活 什么活动他都去 这个什么老乡聚会啊 扒杆子打不着的人啊 这个一起打乒乓球啊 一群老男人们凑在一起 爱喝酒 吹大牛 最近呢 有时候还跟上一个老哥去钓鱼 上次回来这个脖子和这个手臂都晒伤了 说他也没用 也没钓着什么鱼还总去 然后呢 马上就到这个报税的季节了 这个这家伙好 什么都不管啊 就什么都丢下了 就就出门 天天就是个玩儿 把我丢在家里 呃 其实呢 老公的年龄也不是很大 今年刚刚六十岁啊 本来呢 他还计划在有几年的时间退休 可是呢 前几年正好赶上疫情 他们的公司呢 也因为种种的原因吧 反正疫情期间大家可能也也不太容易工作 所以干脆就办理了这个提前退休的手续 呃 我和老公是在三十年前的一个朋友家聚会上认识的 呃 老公呢 个子也不高 长得也不帅 啊 学历也没我高 这么多年来呢 呃 我也没怎么嫌弃他 啊 我个子比他高 长得也漂亮 学历也比他好 就是因为啊 他那个时候追我 天天来接我下班 还经常呢 自己研究做一些好吃的啊 给我送来 特别的殷勤 大概是这个追了一段时间吧 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跟他在一起会照顾人啊 啊 很开心 也很甜蜜 所以我们就恋爱了 呃 顺理成章的结婚 这一晃就三十年过去了 当然 有了女儿之后呢 这个 好像 他也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啊 还经常给女儿做好吃的 可是女儿离开家之后啊 我这个老婆子 看来就不值钱了 啊 他以前爱做的什么这些好吃的 现在也不给我做了 天天呢 啊 这个乐颠颠的做好了端去 给他那些老哥们们开聚会 也不带着我啊 然后呢 天天在外边玩的不亦乐乎 我这几天都快气死了啊 马上要到报税记了 他什么都不管 家里的事情就丢下我一个人 我又要报税 天天还抓不着他人影啊 天天出去玩 玩的这个 不亦乐乎啊 这个退休生活真的是 让我太失望了 啊 我有已经这个抱怨有一段时间了 结果发现 一点用都没有啊 明明出出主意 这个 8060啊 我看你这个这个短信啊 就觉得特别好笑 我好像看到我身边 好多朋友家里的影子一样 家里有个老顽童 哎 姐姐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好 你知道比起那个 哎呀 有时候退休了两个人 面面相聚 天天在屋里关着 大眼瞪小眼 那日子 哎 是有人相伴 有多甜蜜啊 这都看了30年了 这大眼瞪小眼都瞪了30年了 左手握右手了 您还想着像当初恋爱那时候 天天给你熬汤 天天接你下班 这个咱们还是行行吧 这个基本上大部分老夫老妻 日子都是差不多的 能能这个开开心心的过 你应该为丈夫高兴才好 只不过呢 这事情就说过来了 实际上呢 这并不是丈夫的问题 而是你对于退休的期望 和他对于退休的期望 这这两这件事情 两个人的这个看法不一样 造成的这个结果 过去的30年呢 应该说你们还是和和美美的 这个养育了一个女儿 当年他也是很努力的 把您追到手啊 您这个这个白富美啊 他虽然不是高富帅吧 这个这个殷勤的追到了手 也算是把这个家啊 把女儿都照顾好 完成了一个作为丈夫和父亲 一个基本的责任啊 现在退休了呢 尤其是刚退休那会儿啊 我就觉得很多人都是非常不一样 事实上退休生活 对每个人来讲 是一个生活巨大的变故 就很多人呢 退休以后会非常不适应 他的退休生活 因为就是这么多年 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还是职业男性 忙活工作忙活家 照顾孩子忙忙叨叨 这退休吧 突然之间就是你身体好好的 然后你这些工作的责任 照顾孩子的责任 一下子都没了 你知道很多人 适应不了这个变故 然后就变得郁郁寡欢 或者是觉得自己不中用了 不管用了 甚至觉得每天就是坐吃等死啊 那日子非常难过 所以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呢 我作为旁观者啊 我还很为你的丈夫高兴 他能够刚刚在自己退休的年龄里啊 然后这个六十出头身体 等于也很年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群啊 好朋友玩伴们天天出去玩 而且你看啊 我倒觉得他这些玩的东西都很健康 这个打打乒乓球 这运动啊 你知道人到了五六十岁啊 这运动和不运动差距特别的大 这乒乓球也是个非常好的运动 而且这个小球飞来飞去 对于这个眼睛的活动 防止这个视力的退化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真的是要支持他啊 出去打乒乓球 然后呢 什么钓鱼 这事我更理解了 哎呀 跟您说吧 我也是个钓鱼热爱者 虽然女的里的爱钓鱼的人很少 但是男同志钓鱼的人特别的多 而且我真的是知道钓鱼人的想法的啊 我不瞒您说啊 哎 这个爱听不爱听 这都是难得的现实 有时候呢 尤其是初期啊 有的人钓不着鱼 还喜欢钓鱼 就往那海边一站 河边一站 湖边一站 楚根鱼竿 一个鱼不上了 它就是江太宫钓鱼 愿者上钩 这个孤舟梭利翁 独钓寒江雪 这是一种境界 哎 我钓不着鱼 我就坐在那个州上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和一个人待着的那种啊 时光 人和人非常的不一样 很多人就需要那个宁静 在我钓鱼初期的时候 正好也是赶上疫情 事实上那个时候 我也是需要那个宁静 一开始技术都不好 都钓不着什么鱼啊 一天上不了你两条鱼 甚至你买那虾的钱 比你钓那个鱼还要多 但是还愿意去钓 就是去享受那个宁静 我甚至听过某些钓鱼的男士们说过 哎呀 就是要逃离家庭啊 这都啥日子 让这家都变成了个要逃跑的地方啊 所以说 咱们能能就稍微宽宏大量点 大家都退休了 你说人过半百 这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的过头 开开心心的过不行吗 就放过人家一马吧 人家想玩就让人家玩玩吧 都工作了 这个几十年了 六十岁退休了 你再不让人玩两年 还有几年 这身体活蹦乱跳 想玩什么玩什么的时候呀 你就善待一下老同志吧 对这个丈夫 而且呢 这个说句中听不中听的话 这个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什么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虽然这话说起来不好听 可是事实呢 也是如此 你说三十年前追你的时候 你就说咱是什么 什么比他个儿比他高 学历比他好 什么什么都比他强 这个就低了就了 你的丈夫就用你这话说 什么个儿也不高 长得也不帅 钱挣的也不多 在你这眼里 人家好像就一无是处一样 那你既然都嫁给人家了 咱们就不要再把这个事挂在嘴上了 也不要跟外人讲了 就是话里行间都感觉到这种优越感 你想啊 这个人 我也是经历 经历过婚姻的人 所以非常你能够感受 这个夫妻相处之道 就是一定要是一个翘翘板 相对的一个平衡 你不能总是一方压着另一方 那年轻的时候互相你追我 还是我追你 肯定是是有个过程 追到手以后呢 不能天天还得追了 那不累死啊 老夫老妻都是平等的 这翘翘板呢 你一时你上去 你一时你也得下来 给人家点上来的时间呢 保持动态的平衡 这个婚姻才能够走得长远 双方都舒服 要不然你就永远是 我是白富美 你就是这个癞蛤蟆吃我这天鹅肉了 你一辈子都得这个做牛做马 照顾我 这事就不 就不太平等 知道吧 咱们都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你给孩子也是做一个好的榜样嘛 所以这事咱们就别再提了 我比你漂亮当年怎么样 你这个追到我了 你就得好好珍惜 哎呀 这没这事 相反的你越这样啊 人时间久了 他都是有一个逆反心 和这个不平衡感的 都在一起三十年了 你动不动还就 啊 当年你怎么追我 你你怎么长得难看 你又不帅 你又不高 你又没钱 你啥也不行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你说谁爱听这话呀 家里要天天赶上这么一个怨妇啊 我要是你老公 我也天天不想回家 这出门钓鱼 这都对得起你的事了 哎呀 没干点什么外头 给给给你什么弄个红颜知己的 已经很好了 所以咱们就 嫁了鸡就随鸡 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男人 还是要看到人家的优点 对不对 三十年了 把孩子养大 照顾女儿 你 你想他照顾你 还像当初追你那时候那样子 很难 但是也不是没可能 可能呢 就是你也得对人家好 对不对 钓鱼不要紧 你在家做好了饭 他很少 平时那意思可能都是他做饭 你很少做饭 今天我就破天荒做了饭了 哎 老公我就知道您想吃什么什么 我特意今天学会了这个菜 你晚上回来吃饭 你看他回不回来 乐不自颠的就跑回来吃了吗 不就是 然后回头还去找哥们吹牛呢 看啊 我媳妇在家等着我 其实呢 我们钓鱼也有很多的人 有一些男士也是 这个我们有时候钓完鱼 说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嘛 就总有那个着急回家的 那一看就是那个夫妻感情特别好的 真的 他就说 哎呀 我媳妇在家 这个这个做了做了热汤面等着我 不是那碗汤面到底有多好吃 而是家里有一个等着你的人 给你做好了饭 等着你的那个心情 所以就是在外面玩了一天的男人啊 风里来雨里去玩够了 他就一想到晚上回家 家里有个人等着他有一碗热汤面 他就觉得特别有笨头就往家回 着急就回家 剩下这帮就无所谓的 也感情不太好的 老单身的 就凑到一起 二半夜接着喝酒去玩去了 所以这就是有家没家 或者是家里的感情好和不好的一个区别 所以你你这都结了婚了 这别谁追谁了 两个人一定要是互相的有个互动 就是你想让他再给你温暖起来 再做饭给你 再对你好 你也要对丈夫有一些价值啊 除了三十年的陪伴以外 现在就变成一个回家就横眉冷对啊 这个唠了唠叨 然后你睡也不报 你这也不管 什么都不弄 这样的话你只会让男人就往外跑 所以这个退休的生活 要想让他质量高 或者是说达到你所预期的这个标准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第一 这个夫妻关系上你要浇一点水 咱们也送一个橄榄枝啊 这个这个给一点这个温暖 给一点颜色对不对 不能是这个该该该有提要求 可以提要求 但是一定还是要有老夫老妻的温情在那 指望像当年他追你的时候 那种热烈就别想了 真有那样的话也很奇怪 是不是很少那样 那么就是一个老夫老妻的温情在 不管你钓鱼出去多久玩多少啊 多多久 回来呢家里有个人等着你啊 问你一声 晚上要慢点开车啊 我把这个热汤面给你做好了 你想回来吃就回来吃啊 不想回来吃呢 你就在外面吃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老婆 是不是让人觉得这个家更温暖 就更想回来呢 我们这个钓鱼人啊 有一个钓鱼群 有好几个钓鱼群 我都在里头 所以有时候看这些 大部分男生钓海 尤其是深海钓 就这个各种聊天啊 特别逗 有的住在达拉斯的朋友呢 就特别羡慕我们住在休斯顿的朋友 因为我们去海边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随时能海钓 出海也方便 因为达拉斯那钓友每天看见我们群里 这个休斯顿的人 我们一会儿钓到这个啦 钓到那个啦 拍张照片的那线啊 就特别羡慕 然后就说 哎呀我开一趟五个小时到休斯顿 更难的是这个老婆不放啊 然后这个我没说嘛 钓友们还出主意 你就说休斯顿有打折 给他买什么打折的东西 给他带个礼物回去 怎么哄老婆 所以那个你知道吗 就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羡慕那些 家里有这种所谓通情打理的老婆的 像我认识田大爷啊 黄大爷 那些太太就都有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说 放你出去钓鱼 你高兴就好 你出门 他这太太也很高兴 我那次就问那个那个爱钓鱼 那田大爷那太太田婶 我说这田大爷出生还两天啊 总出去 您这自己在家孤单不 啊 我高兴着呢 他不在家 我第一不用伺候他给他做饭 第二我自己那个后院种个地啊 啊 见个朋友啊 一大堆事啊 他不在家 我这个不用照顾他 我这乐得自在 所以两个人呢 就就非常配合默契 老公出去钓鱼呢 太太享受自己的生活 种种菜 弄弄什么 也不用给老公 想着炖炖给他做饭 然后呢 等到老公回来的时候 老婆也要照顾他很好 就是 我这样的太太 是我们钓鱼圈里的 很多钓鱼的丈夫非常羡慕的 因为他家里那个太太可能也很漂亮 可能赚钱也很多 也可能是富家千金 也是孩子他妈 离又不能离啊 过呢 就这么对付着过 连钓个鱼也不让你出门 就是这样 所以呢 真的就都特别羡慕这些 家里有一个 能够放他们出来钓鱼的老婆 所以还是那句话 真的都五六十岁了 我们半截子人生都过去了 这个 还有几十年日子好过 丈夫能够开心 就放他出去玩一玩 关键是你要找到一个自己心里的平衡 和自己的生活 这样呢 他出去玩的时候 你也玩啊 你干嘛 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的退休生活 只有一个蓝图啊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蓝图 跟老伴啊 手牵着手 就去坐游轮 啊 我们去欧洲旅行 那旅行你也不能天天旅行 他总是有石油厂 你天天在游轮上 也没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在生活里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死党 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 那些 有一些兴趣爱好的人 我看到我身边有个朋友 他搞音乐的 就是他看一个动画片 那个音乐 包括看这个 龚崎骏的这个天空之城 我以前也看过 但是我就发现 就是同样一个影片 一个动画片看过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感受 是如此的不同 可能我就觉得 it's ok 还不错 但是他会觉得 那个爱情非常的震撼 然后他会觉得 那个音乐美的 因为他是搞音乐的 一看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种陶醉 哎 我就看出来了 你知道人和人 是如此的不同啊 这个 有一个你喜欢的事物 能够为之去陶醉的人 是多么的幸福 那么不管你是喜欢音乐 你还是喜欢钓鱼 其实退休 是一个真正开始 绝第三尺过自己生活的时候了 你终于有没有想过 我现在看我的孩子很小 他们很小就很多的责任 什么什么儿童都放羊 那都胡扯的 这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 家庭作业要完成 这个礼拜要考试 然后呢 还有一堆家庭的手工要完成 什么recycle project 就用那个那个recycle的东西 那个回收的东西 做一些手工 还得父母和孩子一起完成 既不是父母做 也不是孩子单独做 一起完成 其实95% 99%的工作都是父母做 让孩子刷胶 刷漆 因为你让他弄 他就真的就是做不成样 毁了又重新做 当然是个锻炼的过程 但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孩子从小就这么多的责任上学 这还小学 中学到了高中 那学业压力呢 大上个大学 进去学家的脑袋不容易 毕了业 美国这大学也特别难啊 这学分 进去容易 那一科一科毕业也不容易 好容易大学毕业 你看吧 你得找工作吧 得养活自己吧 养活完自己 娶个老婆 天天得熬汤追吧 追到手了 靠得养着吧 生个女儿又得养着吧 你想想 这一辈子的辛苦和责任啊 可能就真的是从退休这一刻起 你的丈夫和你才真的就是松口气啊 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睁开眼睛 不用担心明天哪有米下锅的问题 有退休金 辛苦一辈子的责任 工作责任 做父母的责任 终于就是告一段落 你才真正开始在为自己活 这个六十岁退休的日子 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是一个重生的一个阶段 以前你都是在为别人活 你都是要责任 你是要完成学业 你是要完成工作 你是要完成照顾孩子的事情 就每天压得你透不过气 属于自己的时间 一个星期屈指可数的少 现在孩子走了 完成任务 工作完事了 咱们退休了 所以你这会儿的日子 是真正要为自己过的 到底你想怎么样 幸福快乐的过自己退休的人生 我想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毕生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一个课题 我们要figure out 要找到哪一种方式 是你认为最开心快乐的 我最近也是这四十多岁 人到中年这个年龄 身边也有一些女友 很多人年龄比我大 所以大家就不约而同 我们都在讨论这些养老的问题 怎么样一个养老的方式是最好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有的人就说 躺平赶紧把钱赚够了 放哪投资 钱够了就可以躺平 还有呢 像我其实 早年 我退休过几年 就是生活无忧的时候 我就退休几年 我很幸运 在财务上很幸运 我可以生活无忧 曾经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退休过那么几年 尝试过退休生活 我突然发现 这退休对我来讲 现在并不是一个 有吸引力的事情 这个突然之间 你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就每天很担心 这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倒不如我现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我更开心 包括我现在 做短视频的平台 这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你第一做起来 不会觉得那么枯燥 然后你的大脑在用 人也会变得就是 很积极 一不小心呢 还做成功 你还会有很多 就成功的喜悦 这会让你的退休生活 变得很丰富 所以呢 我做的很多 现在的这个事情都是 我可以做一辈子的 我可以一直做到 让我做不动 我不想做的时候为止 这是我的选择 但有的人呢 就是那些马农啊 那些做着自己 不是很喜欢工作的人 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钱存够啊 我就退休 我就躺平 然后我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你的老公呢 他已经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有一群老友 有一个老底儿 有个老伴 这日子多好啊 一起打打乒乓球 没事喝个酒 钓个鱼 他晒伤了 他就知道了 像我们钓鱼人 我提醒你 德州的阳光特别厉害 那个保护非常重要 就是戴那种帽子 后面有脖子的那个 挡布的 然后面罩啊 还有防这个紫外线反光的那种 像镜面一样的那个太阳镜 这都是水边钓鱼的人必备的 因为紫外线会从水面上反光 刺紧你的眼睛 容易发生这个白内障等等 这些东西我倒建议你 不妨就在网上给老公买一套 你送给他 他是不是更开心呢 他很有可能会因为你贴心的 送给他这些防晒的帽子 还有那些钓鱼的衣服 你知道那个商店里啊 那个衣服比咱普通的运动服还要贵 都六七十块 一两百块钱一件的那种钓鱼的T恤 就上面连着帽子 有的还连着面罩 然后呢非常的透气 但是又防晒 又保护你不会晒伤 你去给老公买个这个钓鱼的礼物好吧 他就不会晒伤了也不用 因为你抹凡晒霜啊 总是有时候会忘 或者抹了几个小时以后不管用了 但是你真要钓鱼一整天的话 那个防晒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物理防晒 就是穿这种长袖长裤 这个面罩 那个帽子后面戴脖子上的那个 就有点像那个 以前的那个 有一些军人的那个 后面有个被搭那种帽子 你到网上一搜 就能够看到那个样子了 与其去抱怨呢 不如买这些礼物送给老公 然后呢 自己的生活就是想出去旅游 你可以定cruise啊 跟老公说 我定了这个咱们俩 比如说这个现在一看 打折呢 我定了年底的11月份 你同意不同意 我定了 到时候你就走嘛 反正他也是退休的人 你提前跟他说啊 问他同不同意 实在他不同意 就找老闺蜜们出去玩 知道吗 这时候我就发现了 这个人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 这个后援团 家里除了老公 一大群闺蜜 你就像我现在 要看电影 有爱看电影的闺蜜 还能给你讲各种电影 喜欢搞音乐的朋友 我一跟他看什么 他能给我讲这个音乐的背景啊 这个这个作家的等等 这些音乐的事情 我出去钓鱼 有专门陪我钓鱼的 我专门吃饭 有专门这个懂得这个找餐厅 会吃饭的朋友 就是说你一个老公 你想让他做 代替所有这个职位 恐怕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想让自己退休的生活开心啊 是自己要去开发 这些新的伙伴 和自己新的退休的生活方式的 当你找好了这些 说走就走的朋友啊 这个大家喜欢的事情一样 像我就很喜欢闺蜜旅行 我们喜欢看花的 喜欢钓鱼的 你这个这个老公有时候啊 就那么回事吧 他至少到老了 还是个老伴 不要对他要求太高 好吧 这样你就会是有一个开心的 属于自己的新的退休生活了 一切顺其自然 这个不要跟老公过不去 跟他不开心 这个各自精彩 才能够把这个退休的生活过渡的很好 同时呢 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与其跟老公这个闹脾气 心情不好 不如呢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多关心他一下 然后呢 你定一些你们两口子的cruise啊 游轮啊 征求他的一个同意 就把他提前定下来 说现在价格很好 这不就安排好了吗 所以吧 咱们就放下成见啊 这个 好好的沟通一下 我相信呢 你的退休生活会越过越好的 好吗 好的 再次提醒大家 明明信箱的联系电话 有一个新的号码 更加容易记住 832-616-1938 另外呢 明明最近开通了短视频的平台 微信视频 YouTube 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好的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